我好想你借了招換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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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過去 三個 立法委員 兩個 台南關的 在台北 丹人做律師 呢 已經37年 這次呢 出來參選 每個市的市場 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來 解割 我們現在很多年輕人的困境 很多年輕人 現在低薪 房子買不去 房子買不去 所以台灣 已經是變成全世界 最快不勝的國家 已經超過15年 所以 台灣 這種 低薪的 年輕人 沒要結婚 沒要生小孩 這種困境 如果沒有解割 台灣 以後 我們的健保 也沒辦法維持 我們的 體育金 體育制度 也沒辦法維持 所以 要怎麼來改割 那麼 這個年輕人的低薪 這種困境 買不去 租不去 養不去 這個困境 那麼我們現在 台北市有很多 國中 國小 閒置的教室 如果可以來請假 來作為這個 社區化的公共保姆中心 社區化的這個公共幼兒園 可以 讓我們這些年輕人 一個月最少 可以省一萬塊 不只是這樣 台北市有中間 差不多十萬塊的空房 這些空房 如果可以拿出來 出租 這樣可以把這個 這個祖金降機 讓很多年輕人可以 可以 繼續老闆 一百七 繼續來成功 另外 我們有很多 這個 公有地 我們有非常多的 這個 這個 不好意思 我們有非常多的公有地 那麼這個公有地 尤其是國分部的地 我們應該清查 優先來做這個社會主體 可以來幫助 很多年輕人可以 繼續老在台北來打拼 那麼 我們知道 台北市的這個 都庚牛部化 我們的都庚的速度也很慢 超過四十年 五十年的住 非常多 在老舊社區 這個停車 是一個問題 停車空間不足 公共設施不足 所以 要怎麼來加速 我們特別是 這個 為老都庚 老舊社區的都庚 過去 我們都是 客建商財團的都庚 速度相慢 所以要怎麼來加速 這些都庚 我們就要學歐洲 或是採取這個 公辦都庚的模式 那麼這個公辦都庚 非營利的公辦都庚 可以 台北市十二區 每一區來生日一間 非營利公辦都庚公司 來加速我們台北市的這個都庚 這樣呢 可以讓我們台北市的這個環境改善 我們的這個建築物 面對到這個 台東的時候 比較符合 現代的耐震的標準 也比較安全 所以這個 全面啟動都庚 是我這次參選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除了少年家的問題以外 我們現在的老人 長照的問題 負擔也很大 很多家庭負擔不去 這個長照的費用 這個長照 就是要加緊實施 長照保險 但是呢 我們現在這個政府 都沒有實施長照保險 讓我們每一個家庭 這個長照的負擔 非常困窄 所以我們 當年市長呢 我們每次開始推動這個 長照保險 改割 我們這些中部的長照 的這個 財務的負擔 財政的負擔 那麼 剛才這個議員呢 我們每次 有超過 六十五歲以上 有五十萬人 那麼可以領到 這個負擔金的 沒有超過四十三四十 那麼 差不多六十歲的人 都沒有外負擔保險 所以 這個老人 經濟的問題 也是一個大問題 超過六十五歲 要出來打拼 就是因為 沒有貪勵 生活沒有保險 但是呢 我們這個 以防養老的政策 可以讓大家 安心來負擔 所以 我們 當時 大陸市長 之後 我們要改革這個 以防養老的政策 可以讓大家 放心 提出 以防養老 可以提出 就可以保障 它的 負擔的這個生活 這就是 關於這個 我們這個 中國的經濟 安全 生活的 保障的問題 那麼 台北市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 都市 人口有兩百五十萬 那麼 我們市民 要寄一個市長 非常困難 所以雖然 台灣 已經總統 在選二十六年 但是現在 要寄立委 要寄市長 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很多老北市的心聲 沒辦法 來喪打 所以我們 做市長 之後 那麼我們每個禮拜 都會 安排 過天的時間 來 移民有約 市長 移民有約 24年前 旁邊做市長 的時候 還是有市長 移民有約 但是我們 每次已經 24年 要寄市長 非常困難 所以老北市 是遇到的很多困難 可以說 要審査 都非常 不簡單 所以 我們做市長 之後 我們要規副市長 移民有約 每禮拜 大家如果有什麼困難 都可以直接 來跟這個市長 來 既民 可以來 提出 我們 尤其最近 大家在說 這個 從洋靜勞的事情 其實 我們台北市 因為 有差不多 六成以上的人 也沒有 謝謝 謝謝 也沒有 業退的保障 所以這個 從洋靜勞 這個事情 實在是 對很多 這些中部 很有需要 所以 我如果是 這個 東山市長 從洋靜勞 一定是 這個 如期花放 繼續發展 希望 可以讓我們 這個 中部 這個 生活 可以提到一個 補充 在這裡 教育大家 在這裡祝大家 身體健康 合家平安 順利 謝謝 我是 市長好選人 定義第七號 Lucky7 熟飯地 在這裡 跟大家拜託 謝謝